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07年 埃德华兹决心将新老球员打造成为一支能够继承堪萨斯球长队胜利传统的球队 为了完成这项使命 球长们逐步实施了一项重建职业球队的计划 堪萨斯城队忍受了挣扎与困惑 重新制定了2007年的花名册 而且他们没有偏离过计划的焦点 每次丢球还有打阵 他们都在进步 但是博纳德勤获了一个气体球 他得到了安防两分 年轻的球员成为了冉冉升起的新型 太棒了 史密斯跑至中路 球接住了 包围达阵得分 老队员成为了领袖 卢克把他撞倒在地 冲到端区里面 扎纳森 达阵 堪萨斯球长队的标志成为了国家橄榄球联盟赛的传奇 冲入敌阵六十四码 未来的名人堂人物 坦克泰勒 2007年成为了球长队为未来打基础的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